车轮可以提供速度 但履带却可以提供通过性 该怎么在这两者之间取舍呢 1933年奥地利戴姆勒汽车公司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他们说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 咱们成年人啥都要 既要履带又要车轮 于是这辆极丑无比的车便诞生了ADMK 它装有履带 由一个主动轮 一个诱导轮和两个负重轮组成 可以带着车辆和上面的三名士兵 以及少量的装备穿过崎岖的野路 不受战场环境的影响 哪怕慢一点点 好 但它同时也带有四个轮子 不用的时候既可以四个都挂在后面 也可以分开来 每个脚上都挂上一只 可以起到更好的迷惑效果 咦 这辆车是已经四脚朝天挂掉了吗 等到了铺装路面 它就可以换上轮子跑快一点了 怎么换呢 两个后轮装在这两个负重轮之间的 带有特殊离合器的传动轴上面 两个前轮则带着两个副驾的座位 可以从折叠的位置翻下来提供转向 车身长度增加了 于是拉货量也应该是有所提升的 后来这玩意儿居然还做了升级 变成了一辆带好为22-7的装甲车 被德国人给看上 总共生产了140多辆出来 你说要是这个概念保存至今 还有硬派越野的存在空间吗 在颠簸的行驶过程中 如何保持稳定的开炮 坦克其实是有两种方法的 一种是不管你坦克有多颠 我只要保证炮管不颠就可以了 另一种是不管你轮子有多颠 我只要保证车身没那么颠就可以了 要是你的话选哪种呢 直光稳定炮管看起来是更靠谱 也更容易的对不对 所以它才成为了今天的主流嘛 但是二战时期 德国人却有着不一样的直溜 他们想要让自己的虎视从底盘开始 就能够在奔跑当中保持最强的稳定性了 事实上他们的确也做到了 但代价却是一套与众不同的 数量庞大的负重轮了 所以这套复杂的负重轮系统 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而如果它真的那么好 美国的坦克为什么就不那么干呢 我们今天来简单讨论一下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对于履带轮来说 数量越多行驶还真的就越平稳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帮助坦克将车身的重量 更加均匀的分布到履带上 减少了对地面的压力 降低了对使用场景的挑剔程度 哪怕是再松软再泥泥的地方呢 也能基本上没有压力的通过 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 黑豹坦克重约44.5吨 但是通过副重轮和履带的处理 每平方厘米对地面的压力 却只有0.88公斤 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士兵来得大 你说得要什么样的路况 它才过不去呢 所以理论上你想要的一辆坦克 一定是负重轮越多越好的 但是矛盾产生了 车身就那么长 怎么才能装下更多的负重轮呢 英国的丘吉尔坦克交出的答卷是 用小轮子 你看它那密密麻麻的小轮子 真的就把坦克的两侧排得满满当当的 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对不起轮子没有那么多的希尔曼 它浮起来的能力确实是强了不少 是宝贵的优势 但是却也有着掩盖不了的劣势 小轮子一旦遇上崎岖的地形 那就看皮灾难了 那天的会让你怀疑人生的 我有辆20寸的折叠自行车 和一辆正常的26寸的3D车 都没有避震 去其同样的山路 仿佛经历了两种不同的人生 而且装上小轮子坦克不光颠 还特别废 它有着更大的滚动阻力 它有着更高的磨损程度 它需要更频繁的维修保养 德国的3号和4号坦克 就是被这些问题所困的 然而这还没完 装上小轮子的坦克还开不快 希尔曼与丘吉尔虽然后者更能服 但是最高速度却只有前者的一半 你能够说它的机动能力更好吗 大概怎么办呢 如何才能解决在有限的空间里面 装大轮子跑得更快 跑得更稳的问题呢 德国人说 你们都傻 把它们叠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你看从虎师开始 它的副重轮安排就是这个样子的 每根轴上套了三个车轮 然后交错的插在一起 从而实现了又大又密 把小车轮的优势给拿了过来 就既能开过别人走不了的路 也能够一边走一边朝别人稳定的开炮了 妥妥的神器有没有 前提是 它不要坏 来看先前的这张图 要是第五根轴上 最里面的这个车轮坏了 要怎样才能把它给换下来呢 你至少得要先卸下其他八个车轮才行 这种维修量可是上不得战场的 德国人哪来的自信 觉得他们就不会遇上英国人的地雷呢 结果 凶吧 即使后来的黑豹和虎王逐渐做了简化 但维修起来依然是不容易 并且它还有个问题 由于轮子和轮子挨得太近 在詹本林林度过一个俄罗斯寒冷的冬夜之后 便直接被冻住了 于是坦克主要的工作清单里面 不得不再加上一条 休息之前先清理履带 这是战场上该干的事吗 所以美国人说去你的大轮子嘛 我们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来伺候它 颠一点就颠一点吧 他们的谢尔曼 不管装的是垂直还是水平的 涡壳弹簧避震系统开起来 都会比虎式更加的摇晃颠簸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们就直接放弃了运动中开炮的诱惑呢 哪里啊 只是思路不同而已 他们开发了一套不让炮管摇晃的系统 利用陀螺仪的稳定性使其置身事外 而且事实证明 这才是更加成功的尝试 于是至今火炮稳定系统 都保留了下来 并且越来越强了 当然对大轮子的追求呢 其实也并没有放弃啊 今天的坦克在拥有了更好的悬挂 更多的减震和更强的发动机后 终于使轮子在大和密之间找到了平衡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汽车脏了就要洗 那么坦克要是脏了呢 也是要洗的嘛 但怎么个洗法呢 这讲究可就不一样了啊 咱们来看看 先来看全自动的德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来看半自动的美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专门负责来搞笑的吗 最后战斗民主当然是要与众不同啊 必须是muscle powered 全手动 ZETT-72坦克的主动的主动的主动 炮塔顶上的炮塔顶上 为什么要焊上笼子呢 难不成是为了伪装 哎 并不是啊 它们是怕来自标枪反坦克导弹和TBR无人机的灭灵之灾了 因为这两种武器都是可以从坦克最脆弱的部位头顶发动进攻的 先来说标枪啊 采用红外导引头的它呢 命中率极高 而且是个纯粹的发射后不管的武器 只用30秒便可以锁定目标 在攻顶模式下几乎可以灭掉任何一辆坦克 而且射程也高达4.7公里 再说TBR 这种土耳其制造的短程战斗无人机呢 能够携带多达4种精确制导武器 其中就包括了一种激光制导的反坦克导弹 在无人机用激光引导后呢 它也能够在坦克的上方准确的炸开直接将其报废 相当厉害对不对 而且你看啊 又是红外又是激光如此高科技的玩意儿 你临时焊个笼子就真能够防得住吗 别说还真可以啊 乌克兰就花血本发射了一枚标枪 实际测试了一下 发现照着笼子的T64呢 其战损程度仅限于笼子回来而已 炮塔庄稼依然健在啊 这成本收益比简直太高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反坦克导弹用的基本上都是高爆战斗部 它不是用动能 而是用化学能来穿甲的 它通过空心装药的方式 以爆炸时产生的高温溶解金属药性罩 再利用爆轰波的冲击呢 将这股金属射流 以高达每秒1000到3000米的速度推出 使其穿透坦克装甲并对成员造成伤害 不过它的穿甲能力呢 跟它的药性罩口距离装甲的高度 是有很大关系的 太近太远都不行 所以坦克顶上的笼子 或者咱们应该叫它隔山装甲的作用 就要么是把导弹夹住让它炸不了 要么就是让它提前炸 错过了破甲的最佳炸膏 如此有效 那丑一点就丑一点吧 从机翼下方或者弹枪里投下炸弹很正常 但你见过从飞机的屁股上把炸弹给拉出来的吗 北美航空当初为美国海军设计的舰载超音速轰炸机A5 就是这么干的 或者说是打算这么干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飞机都不太可能在超音速的情况下投掷炸弹 可咱之所以用A5就是看中了它的高速 你告诉我在最重要的时候反而需要杀一脚 我就不乐意了 于是设计师就开了个脑洞 把A5的两台发动机分开一点点 在机身中间正好就空出一个完美的通道 然后再把油箱也做成原柱形可抛弃的 跟一枚核弹串联在一起 装上可折叠的尾翼再带上整流罩之后 一整根塞进通道里面 看着像是一枚巨大的导弹 还挺唬人的 但其实发射超简单 就是用大约每秒15米的速度 把它向后弹出去就可以了 以这样的方式 哪怕是在超音速A5也能够安心的下弹了 不过在实践中 这玩意完全不让人安心 一是由于缺乏向后炮射炸弹的 准确弹道数据 轰炸计算机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所以投资的偏差非常大 大到连对精确度没什么要求的核弹 都受不了的程度 二是它的后门看得不太紧 从航母上弹射起飞的时候 很容易失禁 把肚子里面东西全流了下来 然后造成一片火海 还好 这架测试机里面 把三节都换成了油箱 至少避免了一次核事故 我们做到一项 脖子 很多 感谢观看